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就一定会联想到在全世界大受欢迎的月光女神莎拉布莱曼 她在90年代因为主演安德烈韦伯的音乐剧《歌剧魅影》一炮而红 在今年北京奥运会相信大家更是对布莱曼和中国歌手刘欢 同唱北京奥运会主题曲印象深刻 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布莱曼最近展开了为期八个星期的世界巡回演出 这是她2004年以来的首次全球巡回演出 布莱曼在美国安排了18场演唱会 加拿大10场 墨西哥则有4场 首场演出已于11月4日在墨西哥举行 演出延续了月光女神布莱曼飘渺空灵的特色 并采用令人耳目一新的音效和舞台布景 备受歌迷的期待 此外布莱曼近期还推出了她的第一张特别 为节日发行的圣诞专辑 沙拉布莱曼不久前完成了她的处女作 在摇滚歌剧电影《遗传学歌剧》中扮演角色 这部影片已经上映 月光女神沙拉布莱曼的歌迷遍及世界各地 其唱片销售目前已经超过2600万张 DVD销量也超过200万张 在美国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时期中 扮演重要角色的女歌手Odetta 星期二病逝于纽约曼哈顿 享年77岁 Odetta是因心脏病在纽约辞世的 三周前她因肾功能衰竭被送进医院 尽管近两年来病魔缠身 Odetta不得不以轮椅代步 但她仍然举办了60场演唱会 每一场都唱满90分钟 Odetta的一生都在为底层民众演唱 她凭着一幅好歌喉 一把空心吉他 唱出了当年无数黑奴 矿工和洗衣服等无产阶级的新声 1999年 Odetta获美国总统克林顿颁发的国家艺术奖章 曾经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的 好莱坞演员詹尼弗哈德森的家人 10月底在芝加哥的家里遭到枪杀 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之后 警方终于在12月1号正式逮捕嫌犯威廉巴尔福 巴尔福本周二被控三项一级谋杀罪名 巴尔福是珍妮福的姐夫 她跟珍妮福的姐姐以及其他家人向来关系紧张 巴尔福曾经在1999年因谋杀未遂以及抢劫车辆等罪行 被判刑7年 残案发生时巴尔福尚在假释期间 10月24号珍妮福的母亲及哥哥的尸体在芝加哥南部的家中被发现 三天后警方又发现了珍妮福七岁外甥的尸体 三人都是重担身亡 警方在调查中锁定了巴尔福 并于当天将他拘留 但在48小时的拘留期限之后 巴尔福被伊利诺伊监狱以涉嫌违反假释条例而带走 警方确认10月29日他们在发现孩子尸体地点西面的一块空地上 找到一支点四五口径的手枪 这项证物成为指控巴尔福作案动机的关键 进入12月 全世界许多国家都在准备迎接圣诞节的来临 世界上最大的漂浮圣诞树也亮了起来 这颗位于巴西的五彩圣诞树和焰火交回相应 把夜空点缀得格外的美丽 世界最大漂浮圣诞树高85尺重达530吨 这棵树11月29号处立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市中心的湖中 并再度打破最大漂浮圣诞树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尽管当晚持续下雨导致焰火秀推迟 但却丝毫没有影响现场观众的热情 13年来 这棵圣诞树已经成为里约热内卢新年期间最吸引游客的景点之一 今年圣诞树内部还安装了进口音效系统 人们可以在欣赏焰火和灯光的同时 享受欢快熟悉的圣诞歌曲 这棵世界最大的漂浮圣诞树将会一直亮到1月6日 接下来又到了好莱坞快递的时候了 首先带各位看看上星期美国漂房成绩 美国人才刚刚庆祝了感恩节 接下来又要庆祝圣诞节了 应景的圣诞节电影也跟着大受欢迎 有好莱坞人气明星Rise Witherspoon和Vince Vaughn主演的爱情戏剧 四个圣诞节 在过去这个周末荣登票房冠军 迪士尼卡通 雷霆战狗则战局第二 这也是继前不久上映的 比佛丽山拜金狗之后 又一小狗立大功的家庭电影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两部新片 一部是由威尔史密斯独挑大梁的作品 七生有幸 史密斯所饰演的国税局员工 有着令他懊悔不已的过去 为了赎罪 他决定尽他所能 改变七个陌生人的一生 另外请问总统先生 则是关于1977年 英国电视脱口秀主持人 独家专访美国前总统尼克森的幕后秘兴 好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这个星期由张珍制作的好莱坞快递 让我们先来看看七生有幸 本托马斯背负着一个重大秘密 他曾经犯下一个无法挽回的大错 并为此感到懊悔不已 于是他决定 他要彻底改变七个陌生人的人生 为自己的过去赎罪 好莱坞红星威尔史密斯 在大一幕上 已经成功地建立了平民英雄形象 他在本片会有什么样的精彩演出 更是令人引领期盼 不过 由于发行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 对本片剧情保密到家 想要一探究竟的观众朋友们 只能自己到电影院里找答案咯 接下来我们要为你介绍的是 请问总统先生 1974年 美国总统米克松 因水门案下台 三年后 一位事业遇到瓶颈的 英国电视脱口秀主持人 大卫·佛罗斯特突发奇想 向下台之后 从来没有接受记者访问的尼克松 提出了访问的要求 并提出了丰厚的丑精作为条件 尼克松认为 这是一个可以因他 重振雄风的大好机会 于是答应了佛罗斯特 在访谈过程中 尼克松一方面要为自己辩护 同时也不想揭露水门案的内幕 佛罗斯特跟他的智囊团 则想尽了一切以尼克松上钩的问题 希望能挖到大新闻 尼克松和佛罗斯特的问答 成为一场猫捉老鼠的斗智游戏 谁赢谁输 就看谁能坚持到最后 还能站稳脚步 请问总统先生 原本是一出在伦敦 以及纽约白老会演出的舞台剧 曾经获得2007年东尼奖最佳剧本提名 本片导演朗霍华德 在看过原剧之后 就决定要争取将它搬上大荧幕 我在看这出戏的时候感受很深 它让我想到了两个方面 我想到了现在的布什政府 伊拉克战争 阿富汗 还有权力的滥用 等等这些我们经常讨论的问题 我同时也被拉回到1977年 当时我自己还是个年轻的美国人 正试着从越战 还有水门案等被政府欺骗的伤害复原的那个时候 我当时觉得 我需要靠揭露事实真相来得到满足 而这个剧本让我重新有了那种感觉 在原舞台剧 就饰演尼克松总统的弗兰克 感谢您的感觉